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女儿跟爸爸好像更好一些 儿子跟妈妈更亲一点 可今儿咱要讲的故事 一对母子却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法院 一场特殊的官司正在开庭审礼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儿子 坐在不远处的受害者则是他的亲生母亲 虽然近在支持却是如此不同的身份 令人心虚不已 你为什么看到今天这一幕 今天这一幕 今天这一幕 能看得出来 此时此刻当妈的心情相当复杂 其实这事搁谁都一样 你说谁愿意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上法庭 母亲说了不希望看到今天这一幕 而实际上他更不愿意回忆曾经发生的那一幕 那是令人目不忍睹的一幕 24岁的小汪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留学日本多年了 事发当天他搭乘的是东京到上海的MH921 儿子回国当妈的自然得去接啊 谁上讲却接来了一场奉行 从街机口到事发地不过一百米 就在这短短两分钟的路程里 小汪和母亲之间产生了争执 最终这当儿子的 掏出了自己行李里的一把水火刀 连侧了母亲的警刀 当儿子的是个留学生 是吧 素质应该不会太差 母亲好心好意的去机场接你 你却挥刀相向 难道疯了吗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 前面咱也提到了 当时那母子俩似乎起了争执 争执啥呢 是这样 小汪这次回上海 是专门向母亲催讨学位的 事后在接受警察询问时小汪交代 自己之所以做出那个疯狂举重 是因为母亲在机场一见面就告诉她 今后不再给她学费了 她在接我嘛 然后我问她钱嘛 她说没钱了 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有没有钱 就搞不定的什么的 然后又怎么样 再说其他事情 说我烦死了 说了我烦死一毛嘛 然后那我说别说别说 她又在说 你说呢 我心里面不舒服了 然后我又拿出道 痛怕了 就是问她母亲要钱 然后呢就是 在机场的两个人 就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发生了争吵 那么当时就是我 呃 就是对她母亲进行凶 就这样 刚刚见到儿子的母亲 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她的肝 胆 肾 都不同程度的破裂了 众多的内脏都严重受伤 可见儿子下手狗狠狠 而更可气的是在连刺了母亲九刀后 这个当儿子的居然转身离去 全然不顾母亲的死活 咱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她怎么这么赶快就把她救她 我 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也没有这个 反应好像去救她什么 因为刚刚 估计是刚刚吵了下 我现在想 然后就反正气氛的人呢 我就看到她倒下了 我就拿着帮我往前面走掉了 这还是亲生儿子 啊 简直和歹徒没啥两样 面对儿子的凶残举动 当妈的又是何等心情呢 恨怎么说呢 也不是对她恨的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她会做出种事 毕竟长得这么大 都是说都很听话是一个怪孩子 也不是一个很差的孩子 就是可能我在自己的方面 对她可能说话刺激了她一下 她做出的事 我也是自己有可想想的 养育了24年的儿子 因为索要学费 竟然要对母亲拔刀相向 行凶之后呢 竟然又冷漠的转身离去 只奄奄一息的母亲于不顾 哎呦 这事儿已传出来 舆论是一片哗然的 毫无人性 丧心病狂 指责声不断 但同时 不少人在冷静下来以后呢 又觉得无法理解 啊 事情 不会这么简单吧 再咋地她也是个成年人了 啊 还受过高等教育 留学生 能做出如此疯狂的事儿 别是有什么极特殊的原因 遭遇了啥特殊的事儿吧 以前的话都管的 嗯 我父母都管我 因为上回家住在一起的嘛 嗯 他们都管我 嗯 就父亲比较严厉一点吧 哦 父亲比较严厉一点 母亲呢 母亲一直很疼我 年轮小时候到她看不到大学 因为可以凭童年人一样上学了 都是 给她成绩蛮好 我们也很疼 小蛙呢 一直在上海长大 五年前 上完中专以后 离开家去日本留学了 先住在亲戚家里面 然后反正亲戚家里面吃住 然后就上原学校 嗯 然后后来做一段时间 找了一份工作 嗯 然后就住出去了自己 就这样打工 她那就是 中专毕业以后 嗯 那么可能在日本有亲戚 嗯 那么她就是 嗯 想家里面吃出来 要到日本去读书 嗯 学 嗯 那么去了 去了几年 她应该是零 应该是要到明年大学毕业 嗯 在日本读大学 明年应该毕业 据了解啊 小蛙的父母一直望死成龙啊 但一直成绩都很好的小蛙 却在中考的时候失败了 连高中都没考上 一家人都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呢 家人想到了 正好呢 有个姑妈 嫁到了日本 合计来合计去 决定和儿子 送到日本留学 由姑妈来找她 就这么着 小蛙来到了日本 起初呢 一直住在姑妈家 可由于某种原因呢 她在姑妈家住了几个月后 就搬出来了 从此和姑妈呢 几乎再没联系过 结果呢 不久还就整出事来了 父母远在国内 和姑妈又不联系了 小蛙在日本的生活是咋过的呢 打工大概打了一年多 然后就考大学 考上大学了 然后再打了一段世界工 然后上大学之前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打了一些工 然后后来在打工的时候 就被抓进去过一次 明明是留学去了 咋还被抓进去了呢 犯啥事了呢 她在日本呢 就是 应当讲有一次 前科的记录 事情的经过呢 应当是她在超市打工 那么 她认为就是 她的同事 把她的指尖衣服弄坏了 然后呢 她出于要报复同事 就是把同事的一个切齿给损坏了 嗯 那么因此呢 也受到了物本这个法律的 就是刑罚 被判了一个有制度性 然后缓急执行 现在分析起来啊 这件事是个危险信号 它证明小蛙很不成熟 甚至偏执 反正啊 在国外的日子不好过 小蛙干过这个酒屋的领班 干过商店店员 也干过营业部的职员啊 等等等等 和这些都是狭闹狭闹啊 真正的大头花费啊 还得指望国内的父母 父母就签给我 我去买饭吃什么 睡觉啊 上网 看看书 听起来啊小蛙的生活也挺惬意 实际呢 为了给她凑学费 家里的钱 早就逃空了 母亲甚至借了高利贷 现在算起来 本息加起来已经高达几十万了 后来家人实在途中 就多次的劝他 孩子 不行就放弃留学 回国反正 结果呢 小蛙拒绝了 死活都不回来 他给我 他说那个 比如说他说 他问家里人拿了 或者是有贷款了嘛 贷款拿到了 或者是问什么银居拿到钱了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他真的还讲了 您说听了这话咱还能说啥 只能说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是不是 你家干啥的 你自己不知道啊 别说家里没那么的钱公你 就是有 他也不是欠你的 你咋就没想过父母的感受呢 2010年9月 小王曾经回过一次家 索要十万块钱 为这还和母亲发生了痛苦 当时小王情绪十分激动 近乎疯狂 嚷嚷的要钱 母亲吓得呀 只能猫在一边哭 惊慌失措的外婆 干脆跑到屋外喊救命了 左林药舍这才都被惊动了 惊动的不大 任何人都跟他说没用 当时警察来的时候 跟他说他也是很激动的 也是口口声声要杀人呀 我今天拿不到钱肯定要杀人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母亲你看看 我叫他自己看 你母亲那个时候的什么样子 他把我惹气了 我问他要钱 反正他骗我好几次 然后又跟我搞事 把我惹气了嘛 我后来我就 踢他了 踢了他几脚 我们感觉他有点 这个脑子上有点那个问题 当时我就一直没有想到 我就是说比如说 他很不容易再跟我读书什么 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家里是有钱的 我就也没想到我这个问题 听见他说啥了吧 照这意思 家里应当是有经济能力供他上学的 不管你们吃康厌菜 你们拿钱供我念书 那是没商量的 现在呢毛病出在父母身上 你们不想管我了 那么多年供养我下来了 说一下子供养不出了 就觉得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这回知道小王是啥逻辑了吧 这么多年都供下来了 说明你们有钱呢 你突然不公了那就是毛病啊 为啥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他想的都是他自己 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父母 父母这些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 也都一无所知啊 你关心过他们 没有关心过 就是现在毛病一直在搞钱的事情 就是没钱到问他们拿钱的事情 钱钱钱 这是几年来一直困扰在小王和母亲内心的最大问题 小王的逻辑是 你既然家人当初把自己送到日本去上学 就有能力支付他在日本的一起开校 至于家里的经济能力到底怎么样 父母的内心在想什么 父母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又如何 他从来也不关心 从来也不过问 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的家庭早已经无力支付他的留学费用了 早就入不敷出了 小王的母亲顾女士并没有稳定的工作 最早她曾经是商店的营业员 出事前在一家服装公司上班 这些年为了省些钱 寄到日本给儿子 顾女士平时生活十分节俭 甚至到了苛刻的里面 就要等着了 有什么吃什么 蘿蔔干就蘿蔔干 韩菜就韩菜 小姑娘太苦了 太苦了 上班不是要趁机怎么走下去 晚上走回来 我用工作人家 我用工作人家打一个 忙走回来 事实上除了娘家 她的顾女士在上海 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处了 六年前 在这条海宁路上 她和丈夫有一个家 后来房子拆先了 他们也没买新房 为的就是供儿子留学 两年前 为了给孩子挣这个留学的费用 丈夫也去美国打工了 撇下顾女士一个人 两年下来 这人愣是瘦了三十五斤 钱却没占多少 后来为了省点租房和费用 她干脆搬到娘家 吃住都和老母亲在一起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口挪肚宅 给在日本留学的儿子 多寄点生活 没有要睡比较久 常常到娘一种 常常到四斤 你怎么也不睡过 马上睡不着 也可气 她跟你开过口要钱吗 开口 你最近年龄开口 开口 开口跟我有 妈妈有费用 我让我给你公子 要钱吗 对吧 我跟着开口 帮你弟弟子 没吃 要钱吗 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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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 有些人 三块 虽然说尽心尽力 可儿子的发销实在太大 面对儿子 一次一次索要学费 母亲不堪重处 实在逼急了 只能让儿子 去找远在美国打工的父亲 那时候 她妈妈就能说 你去跟她 你爸爸要 那她爸爸 刚刚过去 也没钱 你妈妈不是答应你的吗 你就回去跟你妈妈讲 妈妈哪 你妈妈答应我 你妈妈肯定是有钱 没有钱是不会答应的 那么她就盯着她妈妈 那你要给我钱 你答应爸爸的呀 现在爸爸也不管我 你也不管我 那我怎么办 哎呀 经济上的压力 亲情的缺乏 让当妈的身心焦脆也不能寐 而实际上呢 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后面呢 儿子她的态度突变的背后啊 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 怎么呢 就是远在日本的小汪啊 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当妈的寒心如苦 还是无法满足儿子的需要 为了要钱 当儿子的身子对母亲全脚相加了 按咱正常人的逻辑啊 这明显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啊 是吧 我告诉你啊 此时的小汪似乎已经算不上正常人了 一句话 她的心里出现了问题 谁证你啊 谁证你啊 谁证我我不知道嘛 在学校在 师范在那个 就是说上班 都有人证我 怎么证你呢 怎么证我 就是说 明的证我很多就是撞我一下 比如说吵起来啦 或者是我睡觉他们睡觉的时候 按他们再不让我睡觉 我上厕所不让我上厕所 一直在那边敲东西在说我 说得煞有介事 有鼻子有眼 可正要问起来 却有眉头眉尾 谁也不爱谁 你说小汪这是怎么了 还不会是精神出什么问题了吧 她有幻觉 又有妄想 所以她所讲到的那些问题 讲到的那些事实 其实都是空的 都是虚无缥缈的 大家都以为她是在做一个真实的事情 但实际上完全是虚构的 然后对她本人来说 她却信以为真 绝对不会去反思她的这种想法 小汪说呀 从2008年开始 她总是经常的莫名其妙的觉得 遭到别人的欺负 但是呢 又说不出究竟是谁欺负了自己 而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还在加剧 就好像我被监控起来一样的 就像这里有监控一样的 就这样监控起来的 她就是觉得很难 其实跟别人那种和平相处 她觉得别人在欺负她 那么她就是自己买了两把刀 她说是要防身 那么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她也称就是拿刀 就是跟别人对峙 然后就是发生过这样的一系列事情 但是呢就是还没有 因此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刑事的出发 听这意思啊 小汪明显是做些病了 精神似乎不正常了 有位长辈啊 是从小看着小汪长大的 平时里俩人关系比较亲密 她就发现 小汪的行为啊 有很多怪异之处 日本嘛大地争的时候 我也给她通了好几次的电话嘛 她说如果我回来的话 学历没有 家里又没有钱 没有房子吗 她说怎么办 她就说了 我一定要把书读完 说到一半的时候她笑了 我就说她 欸你旁边有人吗 你在你为什么笑 她说啊我笑了 我说你在笑呀 她说我没笑过 后来又过了一会儿 说到一会儿又哭了 你就说你为什么哭啊 她就啊我又哭了 我说你怎么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啊 她其实回国之前呢 也跟她那个姑姑通过电话 在电话里面就讲到 说自己耳边总是有人在说话 她甚至怀疑有人是不是 在她耳朵里面装一个什么东西 我听她说谁在跟你说话 她说没 不知道谁 有人要追杀我 没想到会发生今天这种事的 这位亲叔说了 她和小汪的母亲呢 现在都愿意相信 这孩子在这个期间 可能已经罹患了某种精神疾病 头年发现她的异常之后呢 家人曾经想过 要送小汪去医院的做个检查 但因为小汪自己不同意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可能在09年10年 其实她精神方面 已经有一些反常的情况 她母亲也说到过 她以前也觉得有一些精神反常的情况 但是她还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那时候可能情况不是很严重 去年来的时候 在南京路上穿着奶奶 看见一个新开的很大的饭店 她就说了奶奶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没钱啊 有钱的是 等我赚钱了 我本人到底想陪你到里面去好好的吃一顿 我现在没钱 她本身这块料是挺好的 很善良她 真的爱心肯定有 但是这几年有可能在压力之下 有可能就是有点扭曲了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吧 我自己觉得我精神还可以吧 应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这也正常 是吧 这又不像是感冒啥的 这也没啥好回避的 是不是 也许是指缘身在此山中吧 反正小汪否认了 她紧接着呢 她就做出了比精神病还精神病的举动 2011年3月31号 小汪因为学费的事发愁了 于是呢 她又给母亲打电话要钱 听到母亲仍然坚称没钱的答复之后 她当天就从东京飞回了上海 在浦东的国际机场和前来接机的母亲 紧紧见面两分钟之后 小汪就掏出随身携带的水火刀 刺下了母亲 尽全力抢救当妈的总算捡回了一条母亲 小汪归案之后 家人提出来了 这两年孩子就不太正常 要求有关部门对小汪进行精神鉴定 回国以后呢 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后呢 她的姑姑她的母亲马上就是意识到 王家精可能精神方面已经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是 当时就是向公安机关提出了 要对这个王家精进行精神秘密的这些鉴定 她是属于限制这个刑事行为呢 按照法律对定呢 也是应当要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依反呢 可以重新减轻执法 2011年的10月19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 实际上 法庭上被告人小汪的母亲 希望法院能判儿子无罪 让他早日回归社会 我真的求求法院 我希望你 你一定是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 小汪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有期徒刑 三年六月 被告人不服 停出上诉 今年3月12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圆满 哎呀 哎 你还记得当妈的说的那句话吗 希望你们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 被亲生儿子伤害成这样 当妈的还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照我说呀 法官 包括咱们 其实都能理解这个做母亲的心 关键的问题是 小汪是否理解母亲的心呢 我还想说 电视机前的那些做儿女的 你们又是否理解 做父母的心呢 釜仙湖金连山 经现百座古墓 凌乱的白骨 描述出怎样的动静故事 哎呀 一看上来那草莓能毒啊 他与传说中的云南古国 到底有何联系 当时在沿谷 这么大的城市是相当大的 专家齐聚金连山 只为探寻海云之南 横震千年的传说 且听王刚讲故事 《五目的秘密》 闹市街头男子轻声要跳楼 没看到他那个在这里跳楼吧 围观的不少 却都手足无措 你记得问题吧 不小心 危机时刻 忽然冒出个特殊谈谈专家 不要想我们看好吗 衣衫蓝绿 双腿残疾 他却显示出旁人没有的意志和勇气 你绝对不下来 你干什么什么 干什么什么 且听王刚讲故事 最美的乞丐